每一个演员 有时候最困难就是演完一个角色 根本不能脱离 你不同 你简直就用最短舒服的时间 已经变成另外一个角色 大乏东舞 那么一个人要赶四个角色 黄中带戒 我要演黄中 然后活桌攀章 我要演关公 就是不能张开眼睛 但是也不能完全闭起来 然后刘备哭灵 我要演刘备 最后的时候是赵云救驾 我要演赵云 你要瞬间掉进去 你要瞬间就爬出来 我们演员是为角色服务 也是为观众服务 就这意思 艺术是活的 可是你在舞台上的流动的时候 是有感觉的 它是跟着你的感觉走 不是三步就是三步 五步就五步不是的 所以这个才是艺术的活化之地 我们必须要有一点点的 现代化的改良 如果你还沉思于金剧之最 或者是北京之大 那你就进步空间就有限 我们跟其他的表演戏曲 地方艺术 通通是一脉相承 金剧很可爱的就是 他去吸取各种地方表演戏曲 把它吸进来 为他所用 让他的表演艺术会丰满 要让观众掉进去 观众出不来 观众沉进去 被带到那个意境里头 那个情节里头 为他而伤感 为他而欢呼 为他而喜悦